好 尹总 四个演员其实很努力 整个制作团队也很用心 在舞台上搭这个景 其实很不容易 没想到这个小四导演呢 他会做这么一个选题 其实在我们概念里呢 小四导演应该是很时尚 很都市 很偶像的那一类的抢手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 在这个时间 做这么一个选题 就是我在想 是不是好吃的东西吃太多了 要找点刺激 这是我没想明白的 第二个呢 我觉得几个演员 对这个题材的把握上 是有偏差的 比如说这个哥哥 在一出场的时候 弹那段钢琴 其实他面对的是生和死 他想到自己能不能活出去 就是活得出去 弟弟腿是不是能保得住 那么他在弹钢琴的时候 应该是泪流满面的 就他内心的纠结 他没有表达出来 还有一点呢 在那个困境里 水对每一个生命的重要 也没有诠释出来 不是给我吧 谁给我 哥哥在看到那个水瓶 倒到地上的时候 不应该是用手去 抠那个水 这个表达其实也不够极致 应该是趴到那儿 用嘴去舔 这个表达才更极致 最后那场戏 弟弟拿到那一半瓶水的时候 自己先喝了几口再去救人 这个表达 其实不够人性 就是你知道那边有一个孕妇 其实你不用去喝水 去救他 反而显得你更高尚 我觉得每一个人吧 面临生死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是会有自私的一面 都会先考虑到自己 但又会想到人性的一面 会考虑到其他人 再做出一些决定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戏剧吧 它跟生活还是有距离的 这么表达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其实不可爱 跟生活不一样吗 表演 如果说你要想救那个孕妇 救这么一点水 你最后喝了几口 剩了一点点 你觉得咱们能救那个孕妇吗 就是你在去救孕妇的时候 我觉得你有点多此一举了 那我是选择不救吗 不是你选择不救 不是你选择不救 是一开始你就要想着去救 而不是你把水喝得差不多了 但就想去救别人 我懂了 谢谢 我觉得我可以来回答一下 因为比如说你说人真的已经 渴到发高烧连烧了好几天 我已经渴到快死了 我突然捡到一瓶水 我的本能一定会让我喝 但是我喝到的时候 我意识到还有个孕妇 而且她并不知道 那个孕妇活不活得下来 他们也不知道两个人 还要到底熬多久的时候 她不可能一滴水都不喝 然后全部给孕妇 当然你说世界上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圣人 除了圣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但是也有会选择 也许我先喝一下 我实在太渴了 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人性 并不代表戏剧就一定要完美 一定要极致的 而且我还是说 这个可能还是不是演员的责任 因为剧本是我这样设计 我就是要求她先喝 然后留 意识到还有孕妇 那虽然自己想喝 但是还是分一些给孕妇 可能还是我的责任 比较多一点吧 这个也不能是演员的一个选择 演员是按照导演的这个 剧本方向和指导来表演的 我觉得至少在规定情境下 小丁是演得很好的 其实刚才就比较可喜的是 小丁在面对这些讨论的时候 她自己做出那些回复 我觉得她作为演员 展现出了一种自信 你很棒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 这个不是故意的 熊英老师刚才也举手了 这个剧目呢 我觉得真的是 特别打动人心的一个剧目 就像刚才赵薇导演说的 就是他触动到了 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尤其就是 在我看这个剧目的时候 有就是两首 就是歌响了两次 就是那个歌响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情绪的那个点 就是一下就给带动起来了 说一下何场戏 其实我看你这部戏呢 我真的是觉得看到了 小何她一点一点地在进步 就这次她的这个角色的一个演绎 给我很突出的一个感觉 就是何场戏 她会用眼睛在演戏了 她作为一张白纸的一个演员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提升 真的是我们这个演员 请就位这个节目的一个魅力 我是觉得小何 你的成长的空间会非常大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不客气 我觉得小四导演很聪明的 就是用了一个灾难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 然后把大家做得灰头灰脸的 然后把几个演员的偶像感的 那层皮给拿下来了 我觉得是这个选题里面 就是帮助演员 帮助最大的地方 我蛮喜欢成新的一个电影 就是我非常喜欢她打钢琴的 那么一下 因为我发现她学会了 用肢体语言在演戏 那楚然呢 你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 你终于做到了 漂亮而美而不自知的 这种状态 非常的自然 燕子东一直很稳调 然后这个血性的这个点 我觉得也表达得很好 然后今天让我稍微有惊喜的是 何场戏 我觉得你应该这一次不需要 那个小四导演再给你S卡 大家 对 这个投票我觉得 你也有可能会就往下走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刚才演完了之后发生了什么 你们四个人抱在一起 就觉得好难啊 太难了 因为其实导演把每个细节 每个点都已经讲到了 但就是会觉得 为什么自己还是办不到 然后今天演完了 终于 终于演完了 不用演这个了 太开心了 我太难了 我终于演完了 就是这样的心情 然后 就是想跟大家抱一下 说大家都辛苦了 其实我们是被这个故事打动了 其实我们是被这个故事打动了 但是当真的去演的时候发现 确实地震离我们比较遥远 没有比较陌生 也没有体会过 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板子都是泡沫的 一踹它就飞起来了 所以就很多要兼顾的地方就很慌 很慌乱 我在最难的点就是我的那个破伤风 因为我在网上查视频 它不是一直在抖 它是抽一下抽一下抽一下 对于我生理的缘故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的 在排练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我跟小何被骂的 就被说的次数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两个的角色 可能就有点找不到 尤其是我的角色 我真的很找不到 我回去看了那个录像 我才明白导演说的 你对水的那个渴望特别像小偷 我会显得特别过 然后我不知道今天像不像 但是我刚才反正有在尽力地去 不想这些 然后把行为做得更像这个角色 好 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投票了 投票之前的郭庆平导演 也可以给他们拉拉票 我其实不太想说话 因为其实我经常拉票 会起到反效果 但是我还是想为他们拉拉票 因为我可能自己性格能力 各方面的问题 然后也会有时候 还有很多的争议在我身上 但是我觉得演员们都是真的特别好的演员 他们相信我 每次给他们的任务 他们都很拼尽全力地去完成 所以希望各位就是针对他们的表演来投票就好了 不要 不要 不要因为我的 就是支持他们就好了 谢谢大家 各位大众评审团以及专业评审团的朋友们 支持丁程兴 请按一 支持何长熙 请按二 支持王初然 请按三 支持燕子东 请按四 请投票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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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你们最重要 快快快 你放心那小丁很多人会吐你的 最后十秒钟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接下来会在现场公布这个剧目 除高光角色之外 其他各位演员的票数 平均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他们的票不会低 不会低 一百二十一票 谢谢各位演员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欣赏下面的表演